能源科医环境部长杨美盈 今早带着即将出生的部长宝宝 和妇女及家庭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等人 历临新州日报 向媒体朋友拜个早年 新年快乐 新年愿望 就是如果是马来西亚来讲 就希望政府能够做到更好 希望我们能够在去年学习到的东西 今年能够多改进 我也希望在这个 race and religion 我们的宗教还有种族的方面 希望政府能够有更好的方法去平息 不一样的 我相信不只是政府 媒体还有更广泛的这些组织 都有这一个责任 我们都一起来 真的是制造一个和睦的海西亚 宗马希望经济会很好的 做生意 宗马可以做生意顺顺利利 还有有利益 因为它非常重要 而且被老人家和小狗 就希望宗马身体健康 两位政府部长也同样希望大马人 能够走出统温层 去认识彼此的社区 透过互相了解 来打破宗教与种族隔阂 杨巧双也坦言 我们必须要证实社交媒体 所带来的挑战 我们可能告诉媒体 每个人都会认识 每个人都会认识 但如果有一个症状 和所有的症状 都可以发现 从症状 人们选择做 Facebook Live 或什么 都会发现 在肯定的色彩 然后它也会发现 我认识 我们已经看到 一些症状 都会变成性 这是一个危险 今天 的社会 我认识 社会 的社会 是不正确的 是不正确的 我回到 Ethiopia 他们说 有危险 的 人们 尤其 性 有危险 所以每个国家 都会发现 同样的问题 在澳大利亚 在澳大利亚 大家都会发现 这些 这些 的罪状 现在是很可怕 有免费的 有免费的 免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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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的挑战 的社会 我们不可以 招待它 我们只需要 管理它 如何你管理它 那是 非常挑战 你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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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免费的 既然要说 开心的事 那就让即将 当妈妈的 养美营部长 接着拢 还可以 我个人 对我宝费 很有兴趣 不过部长的 月产期 在三月底 正巧莱纳斯的 营运执照 也将会在 三月三号过期 即将放产下的 部长 又会如何处理呢 他们二月 就会呈伤 那一些 那一些 Renewal的 那个申请 因为它是要 一个月之前的 所以现在我们 它所有的 那个Renewal的 申请 然后我会 把它呈伤 因为二月 我还有在 我们就会 做一个 做一个 Recommendation 给内阁 但是内阁 去决定 决定了过后 就让我们的 当我们的局 这个AELV 去 去 announce 因为是大课题 是一个人 我的意见 不能够做准的 所以我们要把他 带上去 这个内阁 为什么 因为有30个 内阁部长 虽然之后 部长放假 代部长人选 也未有定案 但杨美盈 对于他所掌管的 部门事务 早有规划 代部长 只是在内阁罢了的 所以 副部长 比较重要 就是你平常的 day-to-day operation 是副部长去做的 代部长呢 是在内阁的时候 开会的时候 他带你 叫做Menturi-Gantti 或者是 哇 突然间很大事情 只有 部长能够签名的 连KSU都不能签名的 代部长才签名 其实是很少 叫什么 副部长比较重要过 代部长的 所以我现在是 把很多事情 副部长去 去衡的 这样子是会比较重要 但是而且 我的家住很附近而已 他要一个签名 这很容易 所以这种东西 还可以很容易地 去做安排 这样子